拿好酒来 客官要打多少 先打凉角酒 尝尝 来了 央视版的水浒传和新版水浒传到底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很多人说新版水浒完全被前折碾压 我们先看看武松来快活领酒楼这一段 去见武松一把拉住垫小二手腕 你家主人姓什么 金奖 他为何不姓李啊 这个闹事理由找得好 再加上慢慢这酒水像马尿 直接把老板娘逼急了 喊来七八个伙计要把眼前这醉汉给臭打一顿 然而这群不入流的群演哪里是武松的对手 三五下撇开众人的武松一掌 推去酒坛拦住老板娘去路 不顾他酒量如何对准嘴巴就惯了下去 自家老板娘被人欺负这群店小二顿时来劲了 其中导演的小舅子最为恼火 扑了上去一把保护住老板娘的要害 同时武松也将众人撂倒在地 老板娘见壮汉十分厉害就偷摸想跑 却被武松看到直接举高高 老板娘来不及呼喊就被扔进了大酒坛 这番动静方才惊醒院内乘凉的蒋门神 对着武松就杀了上去 不得不说央视版的这场打斗武术指导酣畅淡厉 蒋门神二百斤的蛮力 与武松那行醉意不醉的功夫打成一片 然而不过三五十回合蒋门神就落入下风 醉拳的武松就连方辣都不是对手 何况区区地方酒楼老板 但蒋门神却有心机 想借助独轮货车想把武松撞死 不曾想武松一记踢云纵飞身躲过冲撞 还将他踢翻撞进酒坛满脸是血 此时蒋门神看着武松那砂锅大的拳头 方才知晓求饶 央视版的水浒传 不管是打斗还是人物的细节刻画 看着都非常自然相当精彩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新版水浒传 同样武松三碗不过刚来到了快火094 直接将快龙打翻在地引起老板娘注意 为了免除不必要的麻烦店小二 值得前来招待 你们家最好的酒 把两脚先来尝尝 好好 却见小二端来玩酒 同样被武松视为马尿 斩茶功夫竟换了七八碗 直接把老板娘弃成托付 对着武松破口大骂 武松一掌推开小二转身 就把走来的老板娘举高高 对准院内的酒坛就扔了过去 小二们一轰而上 却不是武松对手 反观蒋门神道霸气十足 听到动静 直接踢翻脚凳跳了出来 脚踩钢鞭就轻松飞踩向武松 地上的青砖都被踩裂开了 可见新版的蒋门神强得可怕 对准最呼呼的武松 就是拳拳倒落的攻击 一排排酒坛都被打烂 在武松躲避 还来不及反应之时 又是一脚将他压倒在地 接着武松被打得没有一点脾气 只能防守 并且被蒋门神接二连三的爆摔 还剩半条命的武松同样被举高高扔了出去 还以为武松被蒋门神打死就此毕命不料 他却突然跳起了街舞 却见武松双脚离开地面 来了个霹雳舞倒立转手 把蒋门神都看猛圈了 直接腾空十米高一脚飞踩过去 却被武松一个机灵躲过 接着就是武松最全爆发的时刻 此时的蒋门神 只想快点把这罪汉打倒早点结束战斗 然而见对方越醉越能打心中方才后怕 虽自己进攻凌厉 却都被武松巧妙化解 不一会儿武松居然又跳起了街舞 现在这个应该不是机械舞的甩舞 或许街舞就是从这里流传下去 发展到今天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吧 跳过街舞的武松那是谁也惹不起 梅霄片刻蒋门神 就被武松打成了残废 即便是景阳岗上那只大虫 也便被我三前两脚就打死